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新闻智库 韩雅航空的波音777客机 在美国三藩市机场降落时失事 当局指邵氏客机的降落速度比设计建议低很多 虽然机员在出事前一刻加速复飞 但都阻止不了飞机撞落地面 飞机降落是整个飞行过程中较为危险的一环 波音统计过1959至2008年 商用喷射机的致命意外数据 发现飞机最后进场和降落时的意外 占全部意外3成6 飞机由下降到着陆期间 机师有不少的准备工作 他们要先了解目的地机场的最新信息 也要向机场控制人员取得降落许可 期间政府机师要进行一系列检查 确保已经满足由下降至着陆的一系列条件 好似在下降检查清单中 机师要查明是否已经检查了着陆高度 还有自动刹车是否已经准备好等等 到飞机进场和着陆的时候 就要检查有没有开启要乘客戴好安全带的灯号 通讯和导航频率 起落架 耕翼等等 有没有设定好 都是检查范围之一 大家坐飞机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到飞机下降的时候 机上好像静了一些呢 那是因为引擎会减慢转速 减少浮力 令到飞机下降 但当飞机下降到某个水平 机长就要加大引擎有门 令到飞机保持一定声力 不可以由得部飞机以滑翔的方式降落 而飞机坐陆速度亦都有规定 一般小型噴射客机的速度 就是介乎115-160折 而大型客机的速度就是130-185折 今次在三藩市出示的波音777客机 最低降落速度就是137折 也就是253公里 当飞机坐陆之后 机司要打开机翼的减速板 还有引擎的反推板 以产生反推力、减慢滑行速度 否则飞机就会一直向前冲 93年一部华航客机 在当时启得机场降落的时候 就是因为机长将油门当成反推力干 自令到飞机无法撒停 最终跌下海 新闻之父今天说到这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